以下节目是由旧金山肿瘤放射中心特约播映 你好 甘医生啊我想请问一下说起这个头颈癌了 好像不光是头和脖子那个位置还包括很多的是吗 对头颈部癌呢实际上是包括在脑颅以外 所有的从脑颅以外到肩膀以上的这个位置都可以算头跟颈部的癌症 所以有的时候像sinuses在鼻腔两边的sinuses 也是属于头跟颈部的癌症 像舌头的癌症和唾液线两边唾液线的癌症 都是属于头跟颈部的癌症 但是大家想到最常见的头颈部的癌症呢 实际上还是像咽喉癌气管癌或者是喉咙后面口腔里面的癌症 这是大家最常见的头跟颈部癌症 那如果是头颅就是大脑里面有发现有肿瘤 这个算不算是头颈癌的其中一部分呢 这个问题很好 如果是大脑里面那等于说已经是头颅里面 头颅里面的癌症呢实际上算CNS 算是central nervous system是中枢系统的癌症 在大脑以外和肩膀以上这个位置基本上算是头跟颈部的癌症 所以这个就是说头颅里面的就不算了 就算是另外一种癌症了 对实际上算是中枢神经的癌症 因为说起头大家就想到整个头嘛 就会包括那个大脑里面原来是不算的 对 所以这个比较复杂 那它的症状一般就是说头颈癌一般是什么因素引起的 然后症状如何呢 头跟颈部癌症和其他癌症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症状会很早就发现 因为头跟颈部是很敏感的地方 有很多很多条神经线 然后大家讲话 吃东西 做任何事情 很多时候都需要五官 都需要听觉 视觉 嗅觉 味觉 所以出现任何情况 病症都会出现得比较早 像如果是鼻咽癌 在华人社区里面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癌症 如果是鼻咽癌的话 很多时候病人最先发现的症状 是听力会下降 有的时候耳朵会痛 有的时候会流鼻血 有的时候会鼻腔好像感觉通气不舒服 这些都是肿瘤的症状 如果是口腔癌症的话 会感觉口腔会有溃疡 会感觉吃东西很痛 会感觉有肿胀 所以头跟颈部讲起来 这个癌症治疗虽然比较复杂 但是比较好一点的 和其他癌症比较好一点的地方 是病人的症状会发现得比较早 这样病情出现得早 有的时候发现得也会比较早 治疗会比较及时 我想请问一下 说起鼻腔癌和口腔癌了 那是不是会不会嘴里面 就是会长一颗东西 或者鼻腔里面会长一颗东西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还是其实是在里面 根本就不知道的 一般来讲是在鼻咽口腔和气管旁边的 mucosal surface 是在表面上长出来的癌症 但是这个癌症长出来以后 有的时候会向里面侵犯 有的时候会侵犯到软组织 有的时候会侵犯到淋巴线 有的时候会侵犯到骨质 所以一般来讲是在表面 但是如果这个癌症不去控制 不去治疗的话 它会慢慢慢慢侵犯到里面 是这样 那如果说起这个 就是您之前我们在上一集 有讲到那个肠胃癌 就是健康饮食 那头颈癌如何预防呢 头根颈部的癌症 最好的一个预防方法就是戒烟 另外要戒酒 喝酒也会引起 就是口腔癌嘛 是 对 因为鼻腔癌应该主要就是吸烟引起的 是吗 鼻烟癌在华人社区里面不太一样 最常见的原因是中国南方一些地方 还有像东南亚 像越南 香港 老挝 还有中国南方的地方 鼻癌的发病率会比较高 这和当地的一种病毒 还有当地基因对抗病毒的能力 比较差一点有关 是一个蛮复杂的问题 现在还在进行研究 您说的病毒是什么样的病毒呢 它叫Epstein-Barr virus 是一种很特殊的病毒 一般来讲感染以后 大多数人都可以把它清除掉 但是可能因为基因的问题 在东南亚地方 有一些人 他清除这种病毒的能力会比较差 如果造成长期感染 有的时候就会造成鼻咽癌 是这么样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鼻咽癌或者口腔癌 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呢 如果是初期的癌症的话 做放射线治疗就可以完全治愈 现在放射线的治疗的技术已经很高了 副作用会相对来讲 和10年前20年前比已经减小很多 疗程大概是六七个星期 大多数的病人都可以治好 如果是中期或者是晚期的 头跟进步的癌症呢 一般是放射线治疗和化疗要一起做 化疗的最大的效果就是让放疗更加有效 这样就算是已经扩散到淋巴线的癌症 也可以控制住 以前放射线治疗没有这样比较高薪的技术的时候 很多病人都需要做手术 像如果是气管癌的话 很多时候这个气管都要摘掉 如果是口腔癌的话 很多时候整个口腔 很多地方都要完全摘除 还要重新从人体其他地方取到骨质 来做reconstruction 所以这个手术实际上是很辛苦的 做好以后就算病可以治好 恢复也需要很久时间 而且经常会有比较大的副作用 如果是做放射线治疗的话呢 不需要开刀 也不需要做手术 不需要麻醉 这样的话呢 做的时候会比较辛苦 但是如果病可以治好 副作用会相对来讲会小很多 那一般的您说做起来比较辛苦 那个大概要做多少次的疗程呢 如果是一般的投进部的手术 一般的投进部的放疗呢 大概需要33到35次 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所以大概需要六个半到七个星期 但是每次做放疗的时候 放射线治疗只需要两三分钟 而且因为是X光治疗 并不会有任何异样的感觉 完全不会痛 不会有任何感觉 也不会有热的感觉 您刚刚就提到那个手术性放疗了 麻烦您再讲一下 手术性放疗的优势在哪里呢 手术性放疗最大的优势 就是疗程很短 但是这个比较长 对 这是一般性放疗 手术性放疗最多只需要做五次 治疗的效果 控制肿瘤的能力非常强 和手术的结果是一样的 基本上可以有到80%到90%的控制率 那在节目结束之前 麻烦您讲一下你们诊所的联络号码 好 我们诊所的联络方式是415-353-6443 好 我们非常感谢Dr.Gain 那正如Dr.Gain所说的 那其实呢 现在呢 科技的进步呢 其实呢 就是很多时候就算有癌症呢 也是可以医治的 那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再见